YO 大家好 我是阿圓 今天是我們在台灣的第四天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很多人推薦的阿中麵線 阿中麵線 看一下 對啦 就是這個麥香 然後好不好吃還不知道 我們先試一試先 OK 阿中麵線 然後他們已經吃了 來 這個麵線有非常大的爭議 有人講很好吃 有人講很難吃 對 所以你覺得 對我感覺來講 我覺得很好吃 很好吃 OK 你呢 他也是覺得很好吃 上一道虧 我是覺得還好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那40的麵線 會比較好吃 所以這個麵線是有很兩極的反應 有些人覺得很好吃 有些人覺得不好吃 然後我上一天四天 我也不方便拍 因為我只有兩隻手 OK 很少喔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喜歡 很好吃 所以我們是形成三票對一票 然後還有其他三票 他已經有講不好吃啦 他講吃得還好 對對對 可是他也沒有喜歡 那意思就是 他沒有喜歡 可是我是喜歡的 我們是喜歡的 OK 現在阿王來了啦 然後現在輪到阿王試試 阿中麵線 如何 喜歡還是不喜歡 這好吃的 贏那個40炸雞的 40的 他覺得40的好吃 因為打對頭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我就講 阿中麵線的comment是很兩極的 一就很好吃 二就很難吃 是喔 OK 各位 我們今天的計劃呢 就是去那個 中正紀念堂 然後 聽說那邊的風景 是蠻漂亮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 搭捷運 往那邊去 然後我們從我們這一邊的位置 西門 大區 中正紀念堂 是需要兩個站而已 所以很快就到啦 Lady and Gentlemen 我們到了這個 中正紀念堂 這個在我面前的這個景色 實在是有點壯觀 好漂亮啊 好啦 剛剛我們就逛完了這個 中山紀念堂 然後 我們現在就要去下一個景點 也就是101 101我在去年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已經去過了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 第一次來台灣 除了我跟Qua 所以 他們就去看一下101喔 也順便去跟101合照 YO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 台北101 距離上次來的時候 已經是大概一年前的事了 然後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沒有來到台北101的這一邊下面 我只是在遠處 然後拍到101吧 所以嚴格來講 101裡面我是沒有去過的 台北101裡面就是這個樣子的啦 它就好像是一個購物商場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是台北101的 Full Court OK 我們可以試吃一下台灣的麥當勞 因為我上次來是有吃過的 但是 他們也蠻好奇 台灣麥當勞的味道 我們剛剛就把所有的麥當勞吃完了 然後 上一次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有排過 馬來西亞麥當勞 vs 台灣的麥當勞 然後今天 我就不做任何評語啦 然後我就問他們 對台灣麥當勞的看法 OK 打網先 乾 很乾 所以是不好吃 來 小明 美中不足沒有辣 沒有辣 所以是不好吃 好吃 10分給幾分 美中不足 所以是幾分 美中不足分哦 來 評語 台灣麥當勞覺得如何 美女服務員 屌你 誒 說到重點了 15 15啊 15我覺得7分 7分 OK 來 Berry 很好吃 太棒了 講來 不好吃啦 乾到 很乾 沒有吃到啊沒有不是 所以你沒有try到 來 最後 很乾 很乾 所以 不好吃 10分給幾分 4分 4分 OK 這個就是 馬來西亞人對台灣麥當勞的看法 的評價 但是 這個立場不代表全馬來西亞人的立場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是有來台灣的話 你們也可以自己親自來試一下台灣的麥當勞 然後台灣的朋友 你們去到我們馬來西亞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我們馬來西亞的麥當勞 我們的口味會比較偏重 然後你們台灣的口味會比較偏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台灣人去到馬來西亞的話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們的麥當勞很有味道 我們現在在101裡面的一些購物的一個廣場 然後我發現這邊的人都好像特別安靜 都沒有什麼講話 這樣 全場很少有講話的聲音 為什麼這樣奇怪的 看 他們講話都好像特別小聲這樣 現在台灣我們逛完了 有一點 玩完了 有一點鮮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吉隆坡了 OK 3 2 1 到了 你是 我們太不了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7-11 然後這邊有一面鏡子 是這裡看進去 這裡看進去 看得到 可是裡面看出來是一面鏡子 所以是完全看不到的 然後這邊有一對 老夫婦 老夫婦 來 快點來 做實驗 來來來來 老夫婦 對啊 你吃一點到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整個看不到耶 你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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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反過來? 這是誇高嗎? 我們全部人走了大概 一公里多 接近兩公里的路程 用走的,然後從台北101 台北101那邊走過來 來到這個後巷這邊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拍完整個台北101的風景 所以我們 現在開始就要在這一邊 跟台北101 合照啦,所以如果你們在IG看到 我們在這一條街道的照片 那是我們千辛萬苦走了兩公里的路 才走到這一邊 現在的拍照真的是不簡單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一個 伊蘭拉麵 伊蘭拉麵應該是來自日本的對不對 我是還沒有做功課啦,所以我不確定 是來自日本還是來自日本 我操 那個人潮 伊蘭拉麵的人潮 真的好多 哇,我們不懂有沒有那個 耐心去等欸 我們問了目前要等一個 至少40分鐘 所以打底40分鐘 也有可能會需要等一個小時多 然後我是跟大隊啊 看他們OK沒有 最終我們還是決定要來吃伊蘭拉麵啊 我們排隊也沒有講等到40分鐘啦 我們大概等了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才就坐在裡面了 但是因為他們這邊的人實在是太多 我們不能夠一起坐 所以我只是跟Cherry坐在一起 可惜有這一個板圍著我們 這個是他的演唱的蛋 這個是他的演唱的蛋 看哦 有這個板圍頂著我們 我們不能夠煮瓜晚餐 拆掉這個板圍 OK,我們現在就先等那個伊蘭拉麵來啊 然後我等一下吃完過後 我再跟你們講伊蘭拉麵到底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你們來嘗試 OK,所以要我先吃完下 伊蘭拉麵好不好吃 不用我多說 你們看影片就知道了 哇,伊蘭拉麵這邊有 周杰魯 昆林 房主名 還有很多明星來過這邊市 然後他們都在這邊簽名 我們現在吃完伊蘭拉麵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一條 不懂什麼街 我不懂這邊是哪裡 我只知道這邊非常漂亮 哇,這邊都是好像高級上場這樣 都是賣名牌的 跟我們馬來西亞的 Pavillion有一點像 OK,我們現在要搭捷運回去啦 然後這邊的場景 太遼闊喔 然後瞬間讓我想到那個 Trendu Busan的電影 如果這邊所有人都是喪屍 哇,那一定是很刺激的 真的是蠻想要體驗一下 當這個世界全部都是喪屍的時候 到底那種感覺是有多刺激 我們的捷運到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西門 回去休息 明天繼續逛台灣 啊,我們的捷運回到我們的飯店了啦 然後我們現在時間是9點38分 然後我們現在回去飯店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下去西門町那邊看電影 但是爺哥們不能去 Dixon不能去 因為他已經病入高峰 他能去,可是他去 他選擇不能去 對,因為他要休息 他選擇是不能去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接下來幾天的行程 他都不能去啦 好啦各位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看電影了 所以我就會好好享受我這一場電影 加油啊 速度一點要,掰掰 他快不行了 好啦各位,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我們下集集 耶,突破60萬訂閱啦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衝向70萬訂閱 OK,在我7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將會送出iPhone 11 Pro 首先你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 訂閱我這個頻道 打開小鈴鐺 然後follow我和Cherry的Instagram 在我到達7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會隨機在一個影片的留言區 再隨機跳出一位幸運兒 把這一家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 而且當我抽到你的時候 我還會讓你自由選擇 你想要的手機顏色 我再去購買你想要的顏色 然後再寄到你的家 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個國家 我都會把這個幸運的獎品 送到你的家門口 那抽到你們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是有訂閱我的喔 不然我就會再重新 挑過另外一位幸運兒 所以 不要騙我啊 OK,就讓我們一起賣相70萬訂閱吧 Woo!